大家好,我是閃Sir 假期到尾聲了 放假回來就考試 今次會和大家玩溫習 大家應該記得放假之前 就應該收到一份這樣的練習 寫著S1 First Term Releasing Suicide 這一系列的短片 會在這一份練習中抽一些比較懶的題目 出來拍到Youtube 讓大家可以自己溫習看 首先會說是第一版 第二題ABCD 根本這條影片都說完 就是一些簡單的淨負數 即是director number 加減乘除 是怎樣運作的呢 題目在這裡 逐題逐題擊破 A part 負6-7 我們有個口號 同號累積就形同號 二號抵消就跟大數 現在是同號 兩個都是負 同號就是累積 累積在一起 6和7 累積在一起 總共有13 形同號就是仍然是負號 所以依然是負 6加7就是13 所以得出的結果應該是負13 這個很簡單 B part 就是負6乘負7 那些人忘記了 這裡沒有負號 其實就是乘 那不要把這兩個都亂 負6乘負7 所以你可以寫正42 或者這樣寫2 都OK 那ab 都很容易 c 就好像混合在一起 你看到有減又有乘 這裡就是 不要把它混亂做 5-6 其實這裡沒有符號 就是說 5乘以負6的意思 沒有符號 有個括號隔著的 即是乘 所以我們可以處理這部分 5和負6 5乘負6 正負就得負 5、6就中30 所以這一部分 就應該變成負30 對不對 那前面的東西 我就照 copy 回去 前面是負7- 所以我照寫回去 但是負7-負30 就會打架 兩個符號 不可以貼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加個括號 去分架開它 負7-負30 這個數 OK 那看到這些怎樣就拆括號 負負得正 記得啦 所以就變成負7加30 那接著又好像處理這些 Apart的題目 這樣 一些正負數的加減 同號累積就認同號 今次2號 OK 所以抵消 30從7抵消 應該只剩23 OK 跟大數 大數是正 所以前面是正 正可以不寫 所以23就可以了 這個大答案 OK Dpart就和Cpart差不多了 只不過是這個減 就變成一個加 所以這個原理也不差很多 負7 前面可以 先不要理會 我先處理這部分 雙乘這裡 5乘負6 剛才解釋過 都是負30 正負得負 5 6中30 負7加負30 我們不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要一個括號 去分架開它 OK 今次有少許分別 正負就可以 負 所以變成負7 減30 OK 好了 同號累積型同號 兩個都是負來的 所以我將它累積在一起 30和7 Total有37 OK 仍然都是同號來的 兩個是負 所以累積在一起都是負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負37 OK 就是這樣 這裡的同行會有一個疑問 我想A part就是 這裡是負負 不是負負得正 不是正13 我們那些口號 就是負負得正 正負得負 負正得負 那些是說 你 Direct number 雙乘 雙除 或者是這些拆括號 你看到是 括號裡面有負 括號外面有負 那就負負 就變成正 OK 或者像這些都是拆括號 正和負有個括號分架開 括號裡面有個負 括號外面有個正 那麼正負就得負 OK 如果你的普通 director number 就是兩個數字 雙加雙減 就不會有些負負得正的 所以這個 不要寫錯 到正13 如果你是不正確的 你可以看回你本textbook page 1.20 和page 1.29 OK 那我花一點時間 揭一揭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 page 1.20 有個這樣的表 這裡是橙色 這個 它是說 如果你拆括號的時候 你是怎樣處理正負得負 負負得正 那些 其實就好像是這兩個 OK 那你看回1.29 是說什麼呢 1.29 我就揭一揭 那就是 如果你有兩個director number 雙成 那時候是怎樣處理的 那都是一些正負得負 正負得負 對,負負得正 那些這樣的法則 OK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 兩個數字 雙減 雙加雙減 那些就不會有負負得正 那些就不要撈亂了 OK 那今次的短片就到這裡 好